所以上个主族讲道之后 他们连续发文在我的我们的视频下面就是 你讲行义 行义 那么十字架上那个得尽的强盗行了什么意义 啊 还有理啊 是让你说行义才能得救 我真是感谢 叫什么感谢神 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我们看看这位强盗是怎么讲的好吧 他凭什么得救呢 路加福音23章 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机窍他说 你不是基督吗 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 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 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 我们是应该的 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作的相称 我说把它翻译成作比较好 与我们所作的相称 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 就是说耶稣啊 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 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们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我太爱这段经文了 爱到集结赞赏的地步 因为这节经文极为形象生动的 重构了基督教神学的基本框架 耶稣基督钉十字架 他第一次来 他还要回来 基督要复离 这构成了基督教神学的两个基本框架 对吗 两个基本原点 第一次来十字架 第二次来大宝座 新天新地 那么我们得救的确据在哪里呢 这个强盗告诉我们 他为什么是真正悔改的 与犹大不同 以及他到底行了什么意才得救的呢 三种任性 三重任性 第一 责备罪恶 我们可以把人类分成两波 或者一边是绵羊 一边是山羊 一边是这个强盗 一边是另外一个强盗 当这个人真正悔改的时候 他再也不能容忍 有人继续伤害基督 伤害神 或者继续犯罪了 所以他的这个得救的第一个见证 就是责备罪恶 那一个就应生责备 他说 犹大没有责备基督长 你怎么可以说 这个强盗得救没有行义呢 我们讲的行义是什么 不就是恨无罪恶 并且责备他吗 所以这段经文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 强盗为什么是个义人 你想他自己都快死了 其实那个人怎么样 跟他没什么关系 他可以像基督长一样讲 你的事情你承担了 和我有什么相干 他可以继续做一个冷血的动物 做一个修身养性的异教徒 我把你交给上帝 我管我自己得救 是不是啊 不是这样的啊 所以第一个见证恨无罪恶 第二个见证承认自己的罪恶 我们是应该的 你看啊 强大的主语是我们 犹大的主语是我 对吧 我刚才说了说如果我们有罪了 那你可以包括祭司长 强盗说我们是应该的 我们都有罪了 这很重要承认自己的罪 认罪 第三 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 这是什么 这是漠视论信仰 所以我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他的三重见证 缺一不可 第一 行公义恨罪恶 第二 认罪悔改 攻克己身 第三 盼望基督的复理 强盗和犹大不同 我们都曾是犹大 但是我们会不会最终是这位得救的强盗呢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借着犹大知识来警告我们这些 恩人在世的儿女 愿我们的悔改蒙你的许悦 求你讲真正的悔改赐给我们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